那个环境设置 环境设置的细节部分的话 其实你可以参考云端白板 就是我们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一个单元 01 建置 Python的开发环境这边 你打开来之后的话 上面有相关说明 OK 然后 主要是开启这个Spider 打开之后的话应该会长这样 理论上会长这样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一样 打开那个什么呢 我的低叠 因为我解压收到低叠 低叠底下会有个叫 Python的384 底下会有个Squip 然后打开之后的话 这边呢 就 直接点两下 如果正常状况的话 应该会跳出这个画面来 OK 但是呢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 就是说 个案 如果假设像刚刚同学说 老师我如果不是装在 低叠的话 不是装在C叠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那理论上 当然 一般正常状况打开之后 看到应该会是长这样 因为它这个 预设环境是简体的环境 至少是中文的 OK 所以上面应该是中文的环境 然后呢 它程式的话呢 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区块 它其实可以分成 三块 三块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 左边这边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 我们写程式的地方 那它预设的档名就是TAMP 副档名叫.py .py 就是 Py 这个模组的 这个 副档名 所以 当然将来你可以做 另存新档 可以把它存起来 另外的话呢 还有分成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相关的什么 相关的help 甚至你可以怎么 这边还可以切换 切换到文件 可以去 你要找的地方去找 然后什么绘图 等等这边可以切 OK 垂直的 理论一般习惯会切到 这个文件 预设是帮助 它这边有一些相关教程 这可以做一些help的 将来run的话 基本上会run到我们的右下角 所以基本上 会有这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区块 所以 一个 两个 三个区块 1 2 3 那可是啦 顺便讲一下 如果将来你这个环境 run起来之后发现乱七八糟 像我刚刚run起来乱七八糟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 让它恢复成像这样 123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从查看里面 特别是 这功能当然不一定需要 可是如果说将来呢 你遇到这种状况就是 它排列的顺序跑掉了 那其实你可以从怎么查看 窗口布局 记得选择什么 Spider的什么 墨式布局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做一个切换 它本来环境乱掉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恢复预设的 就是像我刚刚123的这样的配置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遇到你那个 区块位置 跑掉的话 那记得可以从这个地方 去做 变更 这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还有哪些地方 可以做事 像比如说语系 像这个语系 如果假设你 当然一般习惯是 如果是中文的menu 当然是最OK的 可是它是简体的 可是假设你不习惯的话 假设你想要把它切成英文的 那当然怎么切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板手 假如说你要做相关设定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从哪边呢 从这个地方去做设定 OK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板手把它按下去 它就会跳出相关的设定 其实 顺便讲一下 比较常遇到的 哪个地方 第1个通用 通用里面的话 你切到 我印象中高级的这个 左边是 界面 然后右边的话是高级配置 高级配置里面的话 语言的部分 当然如果你不习惯用 简体中文的话 它有 其他像英文好了 如果你选择英文按Apply 它就会帮你切成英文 OK 假设如果你习惯用英文版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做变更 这个是 比较常用的相关设定 另外的话有外观 像我自己个人比较习惯 就是 它黑底看起来 我不是很习惯 所以呢 像我自己 会常常 做一件事就是 把那个黑底改成白底 因为 有的人习惯用黑底来开发 我常常看到有同学是用黑底 但是我自己不习惯 我习惯用白底 那如果我想用白底的话 其实从哪边设定 记得 从外观里面 记得找到什么 语法高亮主题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Spider的Dark Dark就是黑黑色的嘛 那你其实可以把它改成叫什么 Spider Dark的上面这个 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Dark 没有Dark 你按OK或Apply都可以 我按OK好了 那你会发现 按OK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把什么 把原来的那个 黑底 改成白底 我们来看一下 那其实预设好像是 白底还是黑底 因为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那当然呢 还有其他的部分 也统统可以 从这个地方 去做变更 他说要重启 按yes OK 那yes的话呢 他就帮我把那个Spider 重新 做一个 启动了 OK 启动之后的话呢 应该就变白底了 这个是第1个啦 反正 首先第1个 你要先确认 几件 第1个 你的Spider 能不能run了起来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你的这个 Spider相关配置 也许 看要不要改成英文版 可以从通用 要不要改成白底 你可以 从那个 就是 这个 SpiderDark 把它改成叫 Spider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 相关测试 另外的话 刚刚有同学问到 那个问题 假如说你的那个 现在就变白底了 OK 那当然程式写在哪里 这个 记得一般习惯是把这边 Delete掉 直接从这边做撰写 OK 那只是说有些同学 当然 环境不同啦 如果你是用Mac的话 那可能比较麻烦 你可能去装那个 那个 Anaconda 那个刚刚讲的 你可能就是下载 再把它Step by Step安装 这个可能就是 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另外还有同学问到说 如果它没有 你没有低跌 假如你是放在C跌的话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先把这个先关起来 那同样的 我如果把这边 复制一份到C跌好了 因为其实像我们之前上课 那个 我们在那个志强的教室上课的话 基本上 那个志强上课的那个环境也是没有低跌 它只有那个C跌 所以要按右键 解压缩自此 然后把它解压缩 其实跟各位讲这个是懒人包 第1个 第2个它是免安装 也就是说 你 只要 下载解压缩就可以弄了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把环境带着走 不用安装 甚至有的时候比那个Excel更方便 Excel还要安装 那这个是完全不用安装 那差别只是说呢 你必须要解压缩 OK 解压缩 那另外的话呢 比较建议还是放在D跌啦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说你是放在C跌的话 那 可能就要做一个 设定 否则的话呢 会出错 那这个设定的方式 如果出错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我这边其实 也有 教你怎么去 解决 刚刚的这个问题 因为呢我的预设环境 Spider是在D跌 可是如果你假设呢 你是 把它改到 C跌好了 OK 那你RUN的话 好像会出问题 OK 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说呢 预设路径不对 那变成说你必须用 Nordepay++ 所以如果你电脑里面 假如 没有装这个Nordepay++的话 那我建议你先去网路上找找看吧 如果你没有装的话 我建议你先装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是学程式 必装的 Nordepay++ 然后这边就有download 你就把它download下来 然后一样把它安装 这第1个 那第2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 利用这个Nordepay++去开启 什么呢 开启这个 Spider 3.1x 卷到最下面之后 更改它的路径就可以了 怎么做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如果你假设 你是装在 解压缩到 C跌 另外还有一点 可能要注意 你打开之后 记得按右键解压缩 记得解压缩字 不要多一层目录 因为之前有同学打开之后 发现 又一个 Python384的目录 那就错了 记得如果你是里面一层又一层的话 变两层 那请你 可能要把它再重新解压 或不然就是把 最里面那一层 搬到 只有一层 你不要多 因为多一层的话 也会造成错误 那打开之后的话 一样 Scripps 打开Scripps里面 的这个Spider 3 点Ease 这个 这个 点开来 那理论上 我看一下 这个路径好像 好像目前来说 假设如果没有错 那也OK 可是如果像 这边是我这边是没有出错 怪了 就OK 但是如果说 假设 你有出现我刚刚讲那个问题的话 那你就变成说你要重新改路径 那重新改路径的话 就是按右键 Edit with NodePay++ 当然如果你刚刚那个问题没发生 像我刚刚 奇怪这个版本 就居然没事 可是在那个我们上课的教室 一打开就出错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NodePay++ 这个地方 最下面 拉到最下面 各位可以看到 我主要是 这边的 路径 OK 假如啦 如果说呢 你们刚刚 可以开启就算了 可是如果 不能开启的话 那你要 怎么去变更它的环境 特别注意 我这边的话呢 其实有一个路径 记得 第一个安装 NodePay++ 第二个的话呢 按右键 把这个 Spider 3.1 SE打开 然后卷轴拉到最下面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个什么 路径叫 C冒号斜线 这边有一个什么 Python384这个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 D 改成什么 改成C就好了 Delete 掉之后改成C 我看他跑掉了 Ctrl Z 一下 他这个改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一些 把这个 D改成C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改完 记得把它储存 再重新开启你的Spider 就 没有问题了 OK 当然 这个 大部分的状况应该这样是OK的啦 可是 如果有些细节啦 当然我们就是见招拆招 那理论上最好的 方式就是说 你干脆就放在D叠 然后解压缩 如果没错的话 那应该就OK 可以RUN了 如果放C叠的话 记得 按右键 这个你要先装这个软体 然后呢 把它往下卷动 这边就看到路径了 把这个路径变更就可以了 主要是这个路径 OK 卷动下来的话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假如你卷动下来没看到的话 可能还要再多 设定一个地方 就是自动换航 因为如果你这边自动没有自动换航的话 它好像会延伸到最 右边去啦 所以会看不到 OK 大概是这些细节 那这边就可以把它关掉 那重新再开启 它就恢复正常 所以也许你放在C 放在D 那如果你放在E的话 也是同样的方法 可以把它打开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我是直接放D 好了 所以我在demo的时候 那我就是 放在 这个 这边 OK Spider3 直接把它打开来 那其他的话 当然呢 如果你要撰写python 其实 用的环境 至少有 超过10种以上的方法 那我在这边 是用那个 目前来说 是最 最简单 最通用的方法 就是Spider就对了 OK 那反正呢 你至少就了解 这123块区块 如果你还有 行有余力的话 你想要学更多的话 其实我在云端上 好像也有放一些资源 云端白板里面 我在 我们这里面 其实也有 安装环境 其实有比较新的版本 像目前最新的版本 应该是396吧 只是说我是建议 因为新的版本 一般习惯是 我是建议还是 可以先慢慢观察 因为有的时候新的版本反而 比较容易有出状况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用之前用 用过的 384 当然如果有些同学 程度比较好 你想要用396也OK 做法一样下载解压说就OK了 其他像另外还有 有的人是用 Eclipse来写程式 如果你习惯Eclipse 你也可以用这个 或者还有其他像什么 PyTron 或者用 Anaconda里面也有用 Jupiter 反正都可以写 我想你写顺畅 都可以啦 只是说 以目前来看 Spyder应该是目前来说 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而且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只要解压说 解压说 然后打开它 就可以写程式了 基本上应该是目前来说 最简单的啦 OK 而且它是免安装 也就是你如果 到一个地方 像有些公司 像金融业 它不能随便安装软体 安装软体要上千 千层的 所以你 假设你希望 你的电脑可以下载 然后你就干脆下载 这个免安装 它也可以run 没有问题 也可以写python 也可以拿来处理一些事情 绝对都没有问题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已经把环境弄好了 好像这个环境 我把它 关一下 我再重开一下 我开 假设我现在是开 开低叠 OK 那这开起来 然后 设置的话 我刚刚讲 就是 你看习惯 一般习惯 用中文 你就用中文 如果你习惯用英文 你就用英文吧 如果像刚刚我把它改成英文 算了我还是把它改成中文 改中文的话就是 General Advanced setting 这边改 改的话就简体中文 它目前没有繁体的 比较麻烦 如果说呢 其他相关的东西 你如果要变更 当然就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好 这个是第1个 把Spider环境先设置好 那第2个的话呢 如果我要开始run程式的话 请各位就是先在 Spider上面开始写程式吧 那怎么写 写完之后怎么存 存完之后怎么开 大概这些可以掌握的话 我想慢慢你Python就可以拿 你就可以知道说怎么写 所以今天至少 务必学会 Spider 把它打开来 第2个的话呢 你就在 左边这边 写一个简单的程式吧 什么程式 A 等于3 Enter B 等于5 Enter 然后呢 再多一个好了 多一个ANS好了 ANS 等于 A 加 B 那请你把结果 把它列印出来 print print 所以其实你这边刮糊 print什么呢 ANS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支简单程式 如果字太小的话 你可以 Ctrl加 Ctrl按住之后再按加号 它就放到了 OK 那 请各位待会 先写一个简单的 一支程式 这程式的话 很单纯 就是我今天产生一个变数叫A 把3存进去 再产生一个B 把5放进去 再把两个箱加 放在Answer 最后把它print 那我怎么知道结果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如果你要run的话 请你按下什么 这边有一个 这个执行 run 然后把它 按下那个run 那你会发现 按下执行之后的话 它会把结果怎么样 产生在 我们的右下角 这边会出现8 有没有 print 把8放在这里 当然这边要放大的话 Ctrl加 OK 再run一次 有没有 它会把结果print到这里 那就得到结果 那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 把那个Spider 试着把它run 另外的话呢 第二个就是 先写一个简单的程式好了 OK 那我把画面呢 停止共用 还给大家 重新的 能力 优优独播 认识